阿硕 阿硕 在古道歇什么呢 茗玉 你怎么来了 我也是这儿的会员啊 怎么 现在见你都得靠碰巧 你也不说来看看我 我不是怕影响你身体恢复吗 你都好了 本来也没什么事啊 其实 我晕倒是因为 好了 不说了 你在忙些什么呢 妈妈最近睡眠不太好 我想用百合花给她做个鲜花眼罩 我帮你 阿硕 您和以前比 变化好大呀 变得既聪明又可爱了 真替你高兴 真替你高兴 可是 我总感觉你有事情瞒着我 我们再也回不到三年前了 茗玉 你别多想 我希望你完全康复 所以不敢像以前那样 找你东逛西逛的 完全康复的话 可能要十个月以后了 我现在 有一份甜蜜的烦恼 烦恼 你有什么烦恼可以跟我说啊 这百合好新鲜啊 这百合好新鲜啊 茗玉 你怎么了 你不习惯这个香味吗 我忘了孕妇 孕妇 阿叔 你不会怪我吧 以前 我们无话无谈的 有关于姚哥哥的 芝麻大点的事 我都会告诉你 可是这次我和他 阿叔 你不会不替我高兴吧 阿叔 姚哥哥 还像三年前一样温柔 那天 其实他只是想要一个吻 结果 他说 都三年了 实在是人得好辛苦 阿叔 你没事吧 茗玉 对不起 我刚才 走神了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没事 我们继续吧 我怎么会做 你只是 proved to be 你不是试炸 Estado 走 葵 运玉 你说我在眼罩里面 加点松板 会不会对睡眠更有好处啊 闻起来挺清香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 茗玉 你不恶心吗 松柏的气味最为特殊 一般孕妇闻了 都会恶心的 你不说还好 你这一说 好像是有点恶心 茗玉 我是开玩笑的 一般要怀孕好几个月的孕妇 才会对松柏有反应 你反应得太早了 我还没告诉姚哥哥呢 我想这是她的种 她应该会格外爱护吧 要我帮你跟她说吗 作为男人 她应该负起责任 不用了 我想还是等我身体好一些 我亲自告诉大家 茗玉 你不着急结婚吗 我现在就告诉她 我给她打电话 不急不急不急 不急 不急 我想到时候 亲自给她个惊喜 茗玉 三年了 你能够醒过来 不容易 你和陆志尧的事情 总应该要有个说法 但凡事 都应该顺其自然 你说对吗 二叔 我 我 有事先走了 你迟到了 找车位吗 她找你了 嗯 你们说什么了 就随便聊些花花草草 还有一些女孩子的话题 真的呀 真的 就只是简单的叙叙旧 你介意啊 我怎么可能介意啊 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 启龙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早点跟她说 不然 耽搁的时间越长 误会就会越大 嗯 再等你等吧 也许再过一些时间 大家就放下了 我告诉你啊 在任何情况下 你都得相信我 我才不舍得失去你呢 嗯 那你再好好说一次 好 我答应你 我知道你呢 是一个好男人 嗯 也是个脆弱的男人 再说一遍 你就是脆弱 我脑脆弱了 脆弱 脆弱了 脆弱了 啊 别动 你敢喷屍试试 我浇花去 诶 诶 我说 这些花好像都没你好看 嗯 你一脸坏像 到底在想什么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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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朵花呀 这么没成意 一朵不够是不是 你要做什么 你说我要做什么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啊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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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错了 让你跑 你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别过来啊 别跑